祝各位道友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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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了生死 佛弟子所达到的目的 大家的目的都是想了生死 生死怎么了 因为佛跟我们说 无量进来 我们在这个六道轮转 经过无量的苦难 那么现在这一生 得到人身了 这是极难极难的 就是说人身难得 你得到人身了 你要不要轻轻地把它放过去 那就再得人身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佛说得人身了 我们一切得人身了 闻佛法呢 并不是做了人都能听到佛所说的法 乃至于生到佛所 那个辅度就大了 现在没有 我生的是末法时间 末法时间呢 就说这法已经将要灭了 所以叫末法 人身难得不得到了 佛法难闻 虽然是在末法我们也闻到了 闻到了不等于你就了了 佛法呢 简单说 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觉悟 也没有明白 所以说你要能达到觉悟明白 你现在就知道了 要聊生死 这来生死死生 无量节的轮转的时间太长了 那怎么样聊法呢 佛说了很多的经 叫他们聊生死方法 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 你从哪一法门都可能聊生死 但是哪一法要跟你有缘呢 那你读过佛经 你最喜欢的 那就是你过去所学过的 这八万四千法门大体说 你学定啊 学会啊 读诵大成啊 那现在最方便的是念佛法门啊 你从中选择一门 对 选择的时候 你敢叫他跟你接近 你要过去有许习 什么叫许习呢 就是你过生学过 今生你遇到了非常喜欢 一学就进入 那你就一直在发聊生死吧 学定学会 乃至于读诵大成都可以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最方便的是念佛 对念佛 但是我们一般的啊 我们的道友接近的念佛的人很多很多 口念心不念 或者是念的时候 不是心里做惯想 要观念 要观 要观 观 观就是想 想 不论你学在八万四千法门哪一法门 但是有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呢 生死心欠 我要了生死 你生死心不欠 你不为生死 什么 古来的人 每见他人死 我心热若火 听到别人死了 自己感觉很着急 为什么 不是热他人 看看罗文道我 但是你怎么样的能够 所谓的了生死 就是不生不死 那才叫了生死 不生死 不生不死 不是说你这个幼体 永远存在不是这个含义啊 说你的心 不是那个幼体 你这个幼体是物子 不是真常的 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生灭当中 我们有个不生灭的 这个不生灭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这个心在我们一个环境讲究 要法接性 法接性是每一法都要他的体 法法接通 那性只有一个了 人人人都记住这个性 法接性 说这个性体啊 永远不生不灭 换句话说 你了生死 就是你要达到不生不灭 不要随着生灭转 那么现在一些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每一念就是一个生灭 每一念就是一个生死 对 聊生死 聊生死 是你心里头 聊了生死了 怎么样聊法呢 你自己可以扯验 在这个索尔佛世界上的 所有一切失望 没有一恋你贪恋你 所以我们 临终的时候 有两句话 心不贪恋 一不颠倒 这个一不颠倒的含义 非常深 对 你心里头 从来没有颠倒妄想 就是能够自信一处 自信一处呢 就是说我们以着花言教育讲啊 就是你心 能够把它 观想达到你自己的真心 对 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忘实 不是真心 心骗一切法 就是咱们所说的明心见性 如果禅宗说明心见性 是不是了了生死了呢 明心见性的时候 它可以再进修 进修 这个修啊 是一真而修 不是忘 咱们现在用的都是忘实 不是真心 不是真心 等你的能够 印到你的真心了 所以明心见了生死了 要生死了 一切生没法 所不能演 一切购物所不能演 那你有没有验证你这个心呢 你自己可以验证了 现在在这个四件事 无论任何的事情 你没有贪恋 你没有颠倒 咱们是这个心啊 咱们是这个心啊 都在这个贪恋颠倒当中 明明是假的 你把它当成真的 明明是生灭的 你把它当成真实的 这重重是颠倒 统统颠倒 等你达到不颠倒了 验到真实的时候呢 那就见性了 这个禅宗说明心见性的时候 就是看你咱们验证咱们 你对一切事物 还有没有贪恋心 有没有想得到归为己有 连你自己的幼体 你都不因为是自己的 如果你能你这个心 跟你的幼体分开 就是你的精神跟你物质 两个事两个事情 你分开了 那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的生死就渐渐了 为什么 你的一切的心 你就为你的身体跟你酸住了 你心就不能明白 不能明白 就不能了 不能了生死怎么了呢 说明心者 你应该一切法 一切法 无不是心 在母迷的时候 没有就是心也不是你的心 所以在禅宗他几十年 就要明白他的心 但是要以这花言警戒呢 无一法不是心 无一法而非心 你证得了明白了 法法就是心 但是你不明白的时候 没证得的时候呢 完全不是的 怎么样来理解 法法都有他的自性 这个自性 这个自性 性本是一意 也就是一个性 咱们虽然这屋子几十个人 心是一个 那个心 不是我的妄想 不是我的分别 也不是我的知识 不是学来的 人人本具的 就是佛经说 人人皆具有佛性 人人都不印得佛性 人人都不印得佛性 等你印得你的自性了 你知道你的心体了 心体了 怎么样来证明你印得你 怎么做极简单的话 对这个世纪上 没有一件事物你有贪恋的 欲者无论印得什么 没有贪恋 你没有贪恋了你的思想意识 它不颠倒 到底心无天了 一不颠倒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你的心了 有贪恋有颠倒 你明白不了的心 我举个简显的例子 说当我们这个病苦当中很厉害的时候 医生要给你开刀 他先给你打麻药伸 把你神经麻醉了 但是让你神经啊 跟幼体分开 但对你幼体割了干啥了 你都没有感觉了 你能不能不打麻药针 就没有经过医生打麻药针 它来开你的身体 你跟你心 你的心跟身体割成分成两个 达到这种 曾经我在跟你讲这个问题 有人问我 官胜 刮骨刘多 我说他那引耐的他不是明显 只举他一个例子 官胜的 称心非常重 对 例如说他对刘备很忠诚 这个是个心 他心很重 称心很重 他好明 对 那他那算明显吗 那不是明显 引耐 那叫一种钢墙 当我们这个所说的 能够把这个幼体跟心灵上分开了 不要打麻醉针 你能观想这个幼体不是我了 这个心跟幼体不是我了 要在这个时候呢 幼体死亡了 比心跟着能死亡吗 咱们经常的说话 说精神不死 精神是不死 你掌握不了精神 因为你一辈精神支配 你不能掌握精神 等你能掌握精神了 你把这个精神变为你了 这叫我们佛教所说的明心了 坚信 光明了还不行 能够指挥他 他就能为我所用 就像佛似的 他能用过 他那明心见性 能度纵上 我们经常说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距离很远 释迦摩尼佛是夜度明心的 在那做生 那他明了心就挣得过了 产生的无量妙容 那我们中国的历代主司说是明心见性了 距离很远 对 乃这么的六主 他明白一切主法 明白一切主法 到什么程度明白呢 明白到什么程度呢 明白了一切法无物 明白了一切法控 不但明白他能转化 能够运用他 我们也知道啊 我们知道是学来的呀 没得受容啊 我举一个例子佛经说的 有觉觉 觉痛 无痛痛觉 你这个觉到的痛的这个觉 不痛 感觉痛的 是感觉 有体哪部分痛 但是能感觉的感觉不痛 这大家不妨试验一下子啊 当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让你的精神 心呢 跟你的幼体分开 对 你能够有一分钟 待到十分钟 那就很好了 很好了 不要麻醉 那个神经不麻醉 你能做得了主 能够使得痛苦 你不感觉痛苦 但是这个最初开始是引寿 引寿 有时候你引寿不了啊 但是你要分开了呢 就没事了 那这种神识跟幼体两个分开 但是就精神跟物质两个分开了 我们现在呢 分不开 我们这幼体被我们精神支配 那你一举一动 对 等你支配不了的时候 你知道精神支配不到物质了 有的机会道要说 我今天精神很好 确实今年去年年底很不好 我曾经到有一段时间呢 我这个心想让我胳膊端一弯水不行了 我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一胳膊抬不起来 浑身都不能动 脚想动一下动不了 那我心里想最后完蛋了 他要不死 他回来变成植物人变成瘫痪了 那我就用力的来冲动冲动 大概经过两三个小时 三个多小时 我是夜间一点钟开始 到四点多钟了 我才能够下地 这个手才能 在床里才能动起来 现在一点钟我想喝不水 突然间这个手动 心里能动 指挥不了了 就是你的心跟你幼体 已经心脏很灵活的 幼体已经衰些了 它不停地指挥了 假使我们能够把这种功夫用到了 那你幼体的死 跟你精神完全是两回事了 幼体虽然死亡 你心灵并没死 说修道的人就修道 心灵不死 但到底能心指挥 又体 又得听你指挥 就我们佛教讲究神通了 神通了 能可以身体使他又 心灵指挥又体 不死 比如说 五代五代三过去的唐朝时代 有个高峰庙蝉死 那他的寿命已经尽了 神通了是鬼来抓他来了 黑五城五白五城来抓他 抓他到这个五代三上找不着他 没有 这个五常鬼呢 就跟那个土地说 说高峰庙就住在这儿啊 正不见了 他说他现在入丁了 大家就知道我们修禅定的丁了 那个禅定是精神跟物质 分开 精神完全能指挥物质 让他死就死 让他活就活 我刚才说这个 也是说精神能指挥物质 因为手体 他突然就不能动 就是物质 但你心里很着急 那你就用功夫 因为他冲动了 又能动了 这个是心指挥物质 你这手一举一动 你脑筋一个一滴点一滴的活动 那都是心 都是心 小鬼问这个土地土地说他在 但是他呀有贪难 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了生 他说他有一个波 波你是波多罗 波多罗呢就是 母的和尚所说饭碗 那他这个饭碗是皇上撕给他的 就是他心中对这个碗非常贪耐 对这个波非常贪耐 有贪耐 就放不下了 走不了 这小鬼到那一靠他就拨呀 他就在那坐着呢 没动 因为他连他心 他那一的东西 他动心 你一动到那 他心就 就给我一看 和这小鬼一说就把他锁上了 搞命 禅师一看 哦 我寿命尽了 无常来拿他了 他知道我自己已经离开生死了 然后他就问了小鬼 他说能怎么我抓住的 他说你是假修行 不是真修行 你还有贪耐 我一靠你的波呀 他就把你逮到了 你一贪耐就这么 这是个功能了 我们从自己想想 如果你这个世界 什么挂来都没有 谁也逮不到你 那就叫泄脱 你有硬他呢 也是放不下 你泄脱不了 换句话你走不了 我们所以这儿痛 那儿痛 这儿病 那儿病 就因为泄脱不了 这类事情很多 我就拿我自己做实验吧 我这八十岁 在我们台湾 彰化 秀村医院开刀 开完刀之后 那天开了八九个小时 开完刀之后呢 我开刀的医生啊 他也归于我 我自己归于弟子 他说不敢欺骗师父 你活不到五年 我说整个人手术不成功吗 他说手术不成功 你现在就死了 他说手术成功 这个病啊 成功之后你就好了 你最多也就是五年了 因为你一天把那肠子折出来洗肠子 对 那我现在十五年了 我说 抄个头了 那么这一般的这个 我们这个 这种病呢 我说带美国 带日本 就照口贵住 怎么又照口贵住呢 每天要洗多少次 还得有护子小姐 每天就撒布啊 那个子啊 就这个浪费的钱啊 那我们一个穷和尚 哪有这个力量啊 同时就红绝法色文 他也帮着想办法 如果带子系啊 完了把他洗上啊 那我现在的那个气味很大 我现在走哪儿也没得气味 我说十几年了也这么过来了 一切事我就说明他会转化的 不是什么 不是人家说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想办法 把他转化 这个幼体跟你的精神 在我们佛教讲的心 就是这么了生死 了生死是了的是心啊 不是说你幼体啊 你能将他不老于 忠远不老 你也不是妖精 妖精才差不多了 他就是要老的 要变化的 但是这个变化当中 你有个不变化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懂 我们佛教的意思都懂 你的心跟物质是两回事情的 但我们佛教 我们学佛的人讲就是那个性 你的性跟幼体 他就不愿意 性是主体 有来个什么像 他就做个什么像 他是随缘的 性不是随缘 性体随缘 而变一些像 变人啊 变干啥 那叫业性 所以你所做的业呀 就造成了种种的样 种种的形象 那你把业消失了 没有了 变化没有了 说 假使百千戒 所做业不忘 不过经过多少时间长了 你做的业 它不会消失的 你要还了 就没有了 不还 永远跟着你 不论什么时候遇到 你的业员遇到了 一定得还在 就是你不做 没有 一做了 绝对有 叫业性 这个性呢 跟你那个 体性的性 是一个 业性本空 没有 为心造 能造业的是你的心 你要把你心造化了 妄心消失了 也还存在吗 所以说 心也亡了 罪也消了 心亡罪灭 两句空 那你就成了 这才叫真忏悔 真正的忏罪 是真忏的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 粘插扇杀业宝经 用地藏王谱 告诉我们的方法 他做的方法是忏 忏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一个忏罪的 最明白的方法 对 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好多道友说 佛法 佛法是什么含义 有一般呢 初学分不大理解的 佛就是觉悟的觉 知觉的觉 那么例如那个佛现干啥 那不是佛 那是觉悟的形象而已 那是觉悟的形象 那不是真的 佛就是觉悟 觉悟了就是明白 什么明白了呢 性 性原来都明白 像佛性 众生性 一切性 平等平等 这是一个 没有很多的 你这样来理解佛 佛就是觉的 不是形象 法呢 觉悟明白的方法 你学一切经论 就告诉你 你从这个方法上 你能达到觉悟明白 觉悟什么 觉悟人生 觉悟一切法 觉悟因缘 等到真正的实在彻底觉悟了 就叫明心见性 觉悟你自己的性 把你这些忘心 都把它放下 说狂心顿泻 邪及菩提 就是这个含义 但是你用一个明白的 就叫智慧 来指导你的生活 来指导你的学习 来指导你的行为 说这就叫佛教讲的 明心见性之后 而后其修 不是盲修下恋 为什么明心见性还要修呢 明心见性只是礼上 世上还不行的了 你还得一行一行的去练呢 刘州大师 他没读过书 他不印的字 他能讲经 你给他念 你把经文给他一念 他就给你讲了 你可不会他那么讲 因为你没有那明心 说在佛经上讲的 所有华经讲的最清楚 世跟礼 世法界 礼法界 明心见性是礼法界 大菩萨为什么要学五明啊 不学不会 那是世 世跟礼不能混淆 说那个感到文殊普贤官呢 他达到了礼寺无奈了 若礼来称赐 把事都撞变成礼 礼能荣誓 事能显礼 这在我们华经上叫 礼寺无奈法界了 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个 是从礼上来讲 我们可以修到 明礼了 把我们的幼体啊 跟心灵分开了 你能不能把你幼体来 用你的礼把它转化呢 那一般的修到的没这个力量 像如果你读地藏经 说地藏王普把千百亿 无量司机的化身 都集合拢了 就是他一身 一身化无量身 那就是把礼变成事 事又回归礼 这个在华经上叫 礼寺无奈法界 达到礼寺无奈了 再进一步 每一件事都是 全事是礼 那件事本身就都是礼 事是都剩佛 礼变成事 事能变成礼 那就事是无奈 所以佛在一切事物上 都能够没藏奈 没藏奈的就是通啊 这么经常讲 神通神通 为什么通要加个神 我们想道友想过没有 为什么通上加个神 神通 神通就是你那个智慧的性体啊 你那个心的慧性啊 是通的 没藏奈 因为你慧性没达到那个境界 没达到境界就有藏奈 能多下你的修道是能达到那个程度了 那就聊了 从这边说要聊生死 你先把生死聊了 这是第一步 因为你活几十年 必定最后还要死 你不能装化 为什么恶罗汉 他不敢发大心 因为罗汉 只要一受胎 他就把他迷了 有隔音之迷 大菩萨没有 罗汉的 他就怕 一到人间了 一迷了之后 他能慧性就 就失掉 但是他很快就能恢复 等他多下修炼的 不被迷了 不被迷了 他就不受报的意思啊 不受报了 那他科学行大菩萨道了 罗汉有隔音之迷啊 应有这种原因的 所以说神通妙认 要是不到究竟的神通妙认 一般的神通妙认 没有 没有 等你到修到有神通妙认了 你才生死无所谓了 大菩萨来这受生受死 像游戏一样 咱们不行 咱们不行 因此呢 我们要聊生死 聊生死是第一步 聊生死呢 我刚才说这个 要说清楚一点啊 不见大家混淆了 罗汉 二国圣人 他能够 没有奋 他能够奋奋生死 他在这个变化 变异生死 他还没有进入 所以他恐怖 有恐怖 他怕他立即众生死 在变异生死的时候 他可服不了的 他怕再堕落 其实不会的 不会的 大菩萨呢 变异生死 随什么事物 他可产生变化 他的生死是变化的 变化就是自在的 现在我们的 凡夫这个生死呢 是变化生死 我们要聊生死 把我们这个变化先聊了 这是障碍重重 因为 我们一代生死当中 我们恐怖 修不成道义了 大菩萨无所谓 大菩萨当游戏 做斗争要需要的时候 他就能够死现 那么凡夫不行 凡夫第一步 你现在把烦恼断了 我们现在聊生死 就是聊得分断生死 让他能够相续不断地 修 一生称佛 这个不可能啊 经上是这样说 法国经龙女吉身称佛 散财同志说 那也是无量生啊 这从顿的方面讲 佛教为什么说 小使宗顿缘是五教 四教叫障通别人 为什么他这样跟你分辨呢 说到什么位子 说什么谎 佛教里的果位很阳格的 是从你的货业 断货地来分析 你所证得的位子 你如果是超越的 你得有超越的智慧 你没超越的智慧啊 你相复不了的 相复不了的 你有超越的智慧才可以 如果我们这个反复 你现在第一步 你得把分断生死了 所以说了生死了生死 就先把分断生死了了 了了分断生死了 你才能够自在 自在了 你才不会受世间的猜猜 名利 一切的乌眼 帮你延误 这就叫卸脱 就是你的信任大了 你的看问题 看 那你身受不同 身受不同 如果是我们现在 你锻炼你的功夫化 你对世间相 你还有贪恋没有 你有一恋贪恋 你一念贪恋 你就做不了 就是你的业 把你细放住 你想泄脱 泄脱不大 说我什么贪恋都没有了 什么贪恋都没有了 你已经成了 任何这个世界没有贪恋 那你意念就不颠倒 你不要生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说土 生到什么地方 净不净 不是土净不净 是你心净不净 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生极乐世界 那个地区 不同 没有养贡 你到那去 也不会增长 只能消失 这个世界 不行 它也会增长 你在这个世界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没办法卸同 说到那个世界 方便一点 这是方便三角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根本都泄脱了 都了了 那不在乎你生什么地方 也不在乎什么果斗 就是万法未信 这回来原来的 会是什么原始啊 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要想 了脱生死 你还得从心下手 先断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断了 分断生死了了 乃至菩萨的变化生死呢 那你还得断沉沙祸 断烦恼 佛教讲的教义 不是笼统的 非常详细 例如说 我们说讲的六度大事 大家都知道了 大乘大悟 他得了根本会 那方便三角会还得学 菩萨要学五名 那得到那个位置 你得翻敲三角会 你要斗众生的时候 要有很多方便三角 不是一声不变 就像我们一个现在的大学分科分的特别多 为什么 每一门有每门的知识 你没学没学你就不会 看你达到根本质了 那你学起来就方便了 说你开了屋了 大事大屋 你再学 那你学佛法 那你一学就通了 也就通了 那就四间相 那方便三角 方便三角会又跟你根本质会结合起来 我们刚才说的聊生死 你有根本质就聊生死了 那你大菩萨要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要斗众生 众生千千万万的 种种类类的 你斗哪一类宗经实现哪一法 我们这所说的大菩萨 我们所熟悉的观音地藏文术普贤 他都有的砖上 大字大恨 大慈大悲大怨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他有偏重 并不是说文术斯利普萨没有悲啊 当然有悲啊 大悲啊 文术普萨不能到地狱度众生去 照样可以度众生去 他有的偏重 懂得这个偏重 就像一个大学的老师 你别的科他也能懂 但是不是他偏重的 这个懂得了就是学佛也入世的 为什么现在是专讲念阿弥陀佛的 说对于他是六根普贝的 说你别的定会 你修不成的时候 你念个阿弥陀佛 说在第一步啊 生到这些了了生死了 不带这个世界轮转 是难定的 这也就是方便三角的意思 但是我们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这个右神的第一步的生死了了 你现在的右神 你先断 或你贪心特别重 你要断贪心 说你遇事那发脾气 那就断练你的嗔恨心 嗔恨心 我刚才给大家举例子了 观圣帝金呢 他嗔恨心特别重 而且耗鸣耗得厉害 他耗鸣耗得特别厉害 明觉嘛 所以每一个众生 他偏重于什么 那你跟你自己 感觉你是偏重什么 你就从这一个部分下手 最好我们先把第一步聊了 聊了第一步呢 就是聊生死 这个聊生死呢 分断生死 那还是念阿弥陀佛 先聊了分断生死 因为他能够继续相训 如果你没这个本事 没这个智慧 那你顶好 念念阿弥陀佛 不惧发 那一众生的大愿 等我到极乐死 就再回来嘛 有那本事了 现在我听到的 很多大菩萨 一发大愿 要学文术普贤 为什么呢 他可以满足 他的贪神词 明明的在搞贪 他说他是大菩萨 你能相信吗 你都不要贪啊 你给给我 那这样子能成吗 不成 你得先断了一步一步了 你感觉你哪一门深 你从哪一门动手 你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智慧都有 我哪门放不下 我就先从哪门入手 把这门修好了 别的就 渐渐就通了 那么我们自己选择不到 那历代主是给我们选择的 还是念佛号 闻到 这个是叫他力 然后到了美国最近 提倡念地藏经 我提倡念地藏经 那也有我的原因 我下地狱众生造的也太多了 都是下地狱业 先念地藏经 先把地狱在那边了 完了做了人 能做人就继续修了 所以你修地藏法门的 你可以不属于人神 地藏不属于家旨的 修念佛法门的 你应该升到极乐时期 不得了 不得了 说不得了 但是这个 别的师父说 都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你对哪一法门接近 说你那你学 学经论 你从智慧门入手 那就学经论了 你胆子放大一点 我就是利益众生 生死我不怕 这样他转去吧 都有众生 转到哪我利益众生 你就发这个大愿 胆子大一点 愿力大一点 一切无畏惧都纵上 下地狱 地狱也有纵上 我就下地狱 纵上去吧 像我住监狱 我就在监狱讲 就是 人生就是住监狱的 在监狱里讲也一样 但是你随狱 随狱找什么因缘 你发什么愿 这个比较好 完了你自己 学佛来 你从每个宗 你都舍了一下 那么现在 道友都是知识分子 当然你都看过很多景 你看哪一个 对你最深入 你自己就深入下去 深入下去 不是浅显的了 这个你 每自己 因为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的善知识 直到你无量节的事 跟你一说 你就开悟了 这个善知识还没有 还有缘也没有遇到 说你修一个法门 不论你去哪修地藏 说说有关于系统 你修关于法门 你会在梦中得到 你的本尊家 家伺 这个大家多少都有 所以在你修行当中 学道当中 只有一个 一定得下苦功夫 悠哉悠哉地进不入佛门 这个意思大家懂吗 不论你想哪一门 你必须得钻进去 就是你们大学里头 你用哪一课 你要想悠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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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章文凭可以 你拿到真迹 学到实际本事 完了你再有创造发明 那你得下功夫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学静度法门也好 修指观法门也好 学密宗 随便你学哪一门 你必须钻进去再钻出来 那才能行啊 你现在不深入 不沉入到底去 你得浮浮面面 你学不当的呀 学到是漂皮的 有些个从行入手 有些从读书入手 有些从掺掺坐着 静坐入手 那你看你喜欢 这个喜欢就是你有全生的 多生的 累积来的个性 那你学个熟的好啊 学个生的好啊 当然你学熟的好了 容易快容易进入 生的不容易 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的三真实啊 没有人看到你的五亮节 或者八万大节 佛在世时候 舍利弗目前联 只能看到八万节呀 八万节以后的 以前的 他就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连舍利弗 目前联 这样的大善知识 挣得出来 你恨得难得遇到 可能的 有没有 有 我说普贤 国人力量都在世间 但是你自己 有没有这个德呀 有没有这个功力呀 你能遇到他 遇不到 遇到你也不信 遇到你也不信 如果你读普贤 贺文品 普贤不得告你的话 你信吗 很多的道友们都经 你读普贤品 国人菩萨就是 入这样度宗上的 你信吗 因此我最后祝福大家 你先检验检验你的信心 我很多道友 净说大话 信心很没有 是不是我这话过分一点 信心有标准的呀 不是随便说的呀 你信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信心了 说我有了信心了 什么样标准是有信心 绝之前念起怒 指之后念不起 我前念起个不好的念头 我马上就结断了 绝不相聚 绝没有第二念 就入行为了 有信心菩萨了 有很多说大话 大话可以说 说我是菩萨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地 你说你是佛 也没错 那是本具的 本具都是佛 不是你现性的 你得有作用没有 你就烦恼了 你说病苦了 生老病死 现前了 那别离愿政会 五蕴之盛 求不得 在这些苦难现前时候 你太严处置 都没想没什么事 你入了心位了 那不是随便说的了 当你觉知前念起 你自己心里一动念 念头不对 马上停下来 那信三宝 信加斯利 已经进入心位了 不是没标准的 随便说的 从十线满心进入出众 这都是华严警戒的 我说那华严警戒说的 你进入出众的菩萨 他能到一百个世界 四线成佛 你有这个本事吗 没这个本事 你出注 没进入 出注到实注 出行到实行 出回向到实回向 这一共三十个位子 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你在什么位子上 佛经好像说的很笼统 不是这样的 非常标准 从什么地方定呢 从你断货 我对什么都不迷了 所以你对什么都没贪恋 你已经升级了世界了 那你意不会颠倒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但有一念的贪恋 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 他就一贪恋他那个波呀 那个老和尚啊 一贪恋就不行了 但有一贪恋你走不了 谁系着你呢 你自己系放你自己 他说你什么贪恋没有 那名与利业 似与非呀 特别是是非 我们经常 你那个事不对呀 就没有个对呀 不对 对不对 就是是和非 你心没有是非 所以自己能检查的呀 自己看见自己信心到什么地步了 你可以检查 觉知前年起那子 后面去 觉知一念善心所生 让他不断地增长 这两个是相反的 那你只赡养他增长 这个很清楚 每位道友 你想了生死吧 想求生极乐世界吧 验插你的心 如果你心还有 起不好的念头 还用一点小事生烦恼的 你哪儿也去不了 你平后得说破世界呀 把夜仙削了 你锻炼 磨炼 愿意何事都不烦恼 都不动心 那就心不贪恋 你意不颠倒 你这个入佛门了 这才叫真正入门 不是成就啊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这样你才能够进入佛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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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e BM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